香港知名樂團彼央成員皇家居的墓碑 在今年5月時遭人惡意的潑灑汽水 拿筆塗鴉甚至持錘子砸毀一兆 而需破壞墓碑的嫌犯一共兩名 分別是15歲的少年跟23歲的冷氣工人 那他們皆承認刑事毀壞罪 表示動機就是因為希望博取關注 因此才去破壞皇家居的墓碑 甚至把整個過程都拍下來 PO到網路上 那稍早香港的官藏法院做出宣判 男學生還押期間行為良好 顯示可以教得好 他患有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等等 為了博取掌聲滿足網民 才越做越激 而葉子偷是受人影響犯案 但是裁判官說他沒有退出或者阻止 罪責跟另一個被告差不多 好 根據港媒消息 法官甚至批評被告行為可恥 而根據香港當地法規 刑事破壞最高可被判監禁十年 但是未滿二十歲是有機會進到這個教導所的 因此宣判的結果顯示 十五歲少年被判進入更生中心 而二十三歲冷氣技工 則被判進入勞教中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